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划分为代表团 主席团和中共的代表主席团的常委三个阶层 那么在下面代表团讨论的决议或者是选举的中央委员的名单 都要经过主席团同意 或者是说要经过主席团的常委们同意才可能被选举 最后一切的决定权在主席团会议或者是主席团的常委们 这就是一次第二次北戴河会议 中共在十八大上不会直接来选举中共的政治局常委 是在十八大举行完了之后的一中全会上来选举常委 从程序上讲中央委员们最后决定中共的政治局常委和政治局委员的名单 普通代表可以回家了 还是中共内部小圈子来决定政治局常委 那么所谓的叉举选举就是一个笑话 也是一个聘局 在薄熙来事情中损失惨重的江派 这个时候只能力保障的江入场 他的势力不够 他怎么办呢 他制造媒体的攻势来拉一些盟友 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这个时候他为了拉李元朝下来 他是找的外援其实是李鹏 因为他们在十八大之前就放出风声说 李元朝在六四的时候比较同情学生 他甚至到中清报社去看望大家 要大家注意安全 李鹏是一个很惧怕六四被平反的人 因为他那个时候负有责任 这个时候江派是想拉李鹏下水来阻止李元朝的入场 好我们再看一下另外一个人 这个人其实就是汪洋 江派的媒体是把中共的常委候选人名单 分为了改革派和保守派两个派别 那么汪洋就为他们立为改革派的重要的支持人 他们这个时候为了拉汪洋的下来 他找到他想找的一个盟友是宋平 宋平这个人是中共的元老 已经95岁了 他可以说是胡锦涛的恩人之一 因为他是第一个提拔胡锦涛的人 这个宋平他有个特点 就是思想非常的僵化 害怕中共有一丝一点的改变 因此他这个时候是希望这位宋平 能够出来阻止汪洋的 给胡锦涛施压阻止汪洋的入场 同时江派也散布了一个假消息 就是说汪洋的年龄还比较年轻 他在十九大上也可以入场 这个假消息其实是用来欺骗胡锦涛和汪洋 我们一看出在未来几天内 主席团会议或者是主席团的常委会议 他们会最终决定中共十八大之后的政治局常委名单 但可以肯定的是 不论是他们所谓的改革派或者是保守派 都是为了维护中共的独裁 是不可能给中国人带来真正的民主自由和人权的 好 谢谢大家 更多微视频在新唐人某站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